真实之道 今日的餐桌 明日的地球 在昨天的报道当中 我们带您看到了 日本因应气候变迁 他们所做的 粮食的调整跟改变 像是草莓 这种高单价的经济作物 他们透过变种 把它种得又大 品种又多 深得观光客的喜爱 也让这个物种可以延续 今天我们要看的则是台湾 台湾在因应气候变迁 所做的农业改良上 已经努力有30年的时间了 而且效果也非常的不错 这个画面我们带您走访的 是为在台中农业试验所的 种源保存库 它用极低温的技术 保存了超过10万种的粮食种子 不管气候再怎么变化 我们都不至于没有粮食可以吃 也许你会问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样的 位与筹谋呢 答案就处在天气的数字里头 我们来看台湾的年降雨量 大概是2200毫米左右 降雨天数141.9天 可是这几年降雨天数 慢慢的在改变 这条白色的平均线 代表的是141.9天 就是平均降雨天数 可是你看看 在2000年之前 平均降雨天数都高于141.9天 但是2000年之后却节节的下降 意味着呢 我们的降雨天数变少了 平均的雨量却没有改变 换言之 每一次下雨雨量都变得特别多 淹水就是有所闻了 像是瓜果 像是水稻 这些农作物 它们都是高度仰赖水分的 可是雨水太多 它们也受不了 就产生了农业欠收的粮食危机 除了雨之外 还要看热 热也是影响农作的重要关键 2019年的7月 我们一起经历过了 人类史上最热的夏天 地球的平均温度来到了0.56度 这是打破了历史新纪录 所以刚刚看到 不管是水分太多 或者天气太热 都会让粮食的收成改变 农业科学家 所以很努力地 要找到一种作物 它能够抗水 又能够耐旱 如果能够找到这样的作物 得以永续的话 那就是找到 它们心目中的孟娜丽莎了 今天的专题报道 带您看台湾农业改良的成果 看看它们的努力 让台湾不至于面临 没有粮食的酒精 好雨中 农损连连 农作物虽然需要水 但也得呼吸 你水一淹了以后 我们那个土壤里面的 那个氧气就会缺少 那个植物的根就容易窒息 被水灭顶太久 水稻人会缺氧死亡 异常的天气 像以前不太会下雨的地方 不会淹水的地方 常常会淹水 就希望说 可以让植物不要淹水 可以研发出那些 可以抗淹水的 那其后的话 我们粮食产量 会比较安全一点 实验室模拟 淹水一个礼拜之后 这种水稻 已经逐渐呼簧 濒临死亡 因为它没有带 抗淹水的基因 而带有这种 抗淹水基因的水稻 即使泡水三个礼拜后 依然翠绿 找出了一个关键基因 只要有这个基因 它就能够造成水稻 会抗淹水 带有抗淹水基因的水稻 一旦遇上淹水的缺氧状况 就会制造特殊蛋白 来启动两个基因 继续制造一连串的 抗淹水蛋白 让水稻在泡水 四周以上的环境 度过难关存活 中研院人员 把抗淹水基因 用两种方式 转植到一般水稻 一为杂交育种 另一是基因改良 而这两种方式都成功了 杂交方式要比较久一点 所以我们也试试 用了基改的方式 用基因转植的方式 直接放在我们台农60器里面 那这样的话 经过一代或两代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马上使用 也是成功的制造出了 就是具有抗淹水 台农67的品系出来 现在农粮署 还没有核准任何一个 基改的农作 可以种到田间里面去 国内还没有一个基改作物 能够被政府允许 在田野耕种 但面对极端气候的加快出现 未来一旦遭遇严重粮荒 基改作物就能派上用场 那预计大概到2050 2060那一段时间 大概要到90亿 要多20亿人出来 那个20亿人要吃的那些粮食 比现在基本上要增产很多 在我个人看来 就是说基改 这个东西是可能是未来 就是非得要接受的事情 当人类没食物吃 就不会在乎基改作物的安全疑虑 但目前还没到极度缺粮的关键时刻 因此台湾科技单位 大多沿用传统的杂交育种 强化水稻的耐水和抗旱能力 透过这台加热装置 农事所人员把热风灌进这个温室里面 让温度维持在摄氏38到40度C的高温 观察这些水稻对高温的忍受力 再进行育种 一般水稻的话 它在高温的话 就会像成这样子 它会充实不良 里面都是空的 不过像这些品系的话 它在高温底下 它还是可以有很好的充实力 异常天后 让农作物的生长环境越来越严苛 台湾的雨量 它并不是平均的分布 它一下子给你下了很多 它一下子又长期的感旱 所以耐淹水跟耐感旱 现在都有在做 我们从国际道明研究所 拿来的一个钠汗基因 然后把它导入到这个台南11号里面 所产生的后代 它除了保持了台南11号 良好的这些栽培特性之外 更重要的时候 它会具有耐旱能力 气候剧烈变化 不但影响农作物生长 也可能在一夕之间完全被摧毁 如果挖中问题的话 那所有都是一样的 全部都会毁灭 那这个包括对病虫害的抗性 还有对气候的适应性 这个要维持这个肿源的多样性以后 才可以确保人类的粮食 于是保肿育苗的工作非常重要 记者所在的位置是农事所的中期厨仓室 这里保存了十万份的总员 温度控制在摄氏一度 打开长期厨仓室 我们走进去相当的寒冷 零下18度C的极低温装置 让总员的保存期限超过一百年 像水稻还有小麦之类的 它是在这里头是3000厘总时 因为数量很大 所以我们必须把所有的东西 都建置在电脑里头 然后用条码放在这边 从70年前起 美日法德先进国家 陆续建置农作物的总员资料库 台湾在30年前跟进 保存本土的粮食种子 替未来留住希望 极端气候反扑 农作物改良成了人类 对抗生命威胁的方法 但这只能治标 如果不从根本的减碳节能做起 那么育种和基改作物的适应力 终究无法赶上气候巨变的脚步 对抗生命令你住 对抗生命令你住在青少年 能 Co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